这个没有想要录这个视频 又的确是不会去计划要录中文的视频 但是又每次录完这个英文的视频呢 表达了自己之后又觉得很放松 这个状态特别好 就特别在状态 能量很足 然后很有激情这种感觉 热血沸腾的这种感觉 不想录中文就觉得很害怕 因为讲中文会有更多人能够听懂听明白 来评价我或者是议论我怎么样 但是我一秒钟我就反应过来了 我在害怕什么呀 我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说脏话或者是说什么秘密还是说什么东西 怎么着了 有什么好害怕的 今天是11月2号 我今天已经录了好几个视频了 我刚刚也提到了 我接下来视频我不太想加字幕了 因为加字幕是我最近这三四个月来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每一个视频都加了字幕你们都看到了 然后就突然就觉得 放下 我想放下 我不是通过这些任何的包装 来吸引观众 来吸引眼球 或者怎么着 这些都不是我在做的 我在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真实的表达自我 在不断探索 我的人生过程中分享我的想法 分享我的故事 内容 是唯一重要的 然后内容的 衡量标准 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 觉得 要有一个好看的标题 要有个好看的封面 要有一个 好的光线 要有什么的 这些这些那些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都只是像是什么呢 就是装饰物 修饰物 当然会锦上添花 但是 在现阶段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去 纠结这些 修饰物 我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注意力都放在内容上 可能有人就觉得 我的内容 好像一点深度都没有 那这就是 这个类型人 他们的一种看法 我并不是 通过内容的深度 来衡量自己的内容 来衡量自己的内容的 我没有什么标准 来衡量自己的内容 我也不需要 任何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内容 我觉得对 我觉得是这个感觉 就这么做 就像录这个视频 主题也没有想 方向也没有想 不需要想这些 想这些干嘛 想那么多干嘛 我只尽管表达自我 做我自己就可以了 不带修饰的做我自己 这个一般人 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听明白 但是 这个非常难 这个很难 这不是说 我现在这镜头 打开这一下 就一切都水到渠成 准备好了 更多的是 在没有录视频的时间 我是如何度过我的生命的 我是如何和自己相处的 我的内心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些才是我表达自我 做真实自我的一个基础 如果我没有这个 我没有办法呈现真实的自我 当然我以前就经常提过 必须要包含接纳全部的自己 这个是非常难做到的 首先是要放下批评和自我评价的声音 这是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是我们出生 开始接受教育 接受家庭给我们的指导 所设定的一个程序 当然会有所改变 当然也可以有意识的去改变 但必须要有这个意识 必须要能够知道 程序是存在的 并且程序是可以改变的 在这个基础上 才能够去改变 有很多人可能在这个社会上 他存在 他的状态是没有达到这个 他意识到他是在程序里的 他都没有意识到 他是在程序里的 他的生活完全是在轨道上 他的所有行为选择 都是根据程序 才发生的 为什么要这样说这些呢 是因为我觉得人要改变 在行为上 在认知上这些 都必须要 能够改变自己的程序 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你就打破自己的程序 你就改变自己的程序 从很小的事情 到很大的事情 都是要做选择的 当你的程序是固定的 按照同一种标准 去做选择的情况下 他是注定了 就会带来 特有的一些 选择 还是举我这个 在录这个视频的这个 作为例子来说 我的程序现在是什么状态 我的程序就是 允许自己完全 真实的去表达自我 不一定要说脏话才真实 我以前会觉得 我说两句脏话我就真实了 但是我本身人格里 我就没有这个 喜欢说脏话的这个成分 以前有说 后来就觉得 我少了那种愤怒的情绪 是真实的没有这种愤怒 所以 我没有要说脏话的地方 说远了 更多的是 我想讲我这种程序是怎么回事 我为什么要这么真实 是因为我想让更多人有 共鸣 我能够让我的观众产生共鸣 把我这种状态 真实的呈现出来 让大家觉得 我跟他们也一样 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只是我的程序设定 有些不同而已 我比别人的勇气可能多一些 我比别人在乎的可能少一些 我比别人的梦想可能大一些 就这些 我之前的程序设定不是这样的 我在一步一步在明白 搞明白我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程序设定 我每天要怎么样来生活 怎么样来度过我的每一天 今天这个时候 做的这一 突然录这个视频 是完全我的程序决定的 首先是我不在乎 我的视频是怎么拍 我不在乎我的外表 看上去怎么样 我不在乎我的内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别人会怎么看 别人怎么评价 这个都是我不在乎 这都是我的程序设定 必须要有这些 如果没有 这个活动就不会展开 这个事件就不会发生 我就不会录这个视频 明白吗 还有 我的理想 我拍视频的 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程序设定是 我觉得 通过我的声音 分享我的故事 分享我的感受 分享我的想法 我能够帮助到其他人 并不是觉得 我能帮助到 才是这么做 是我必须要帮助 这是我唯一的目的 我必须要帮助到更多人 给他们一些能量 给他们一些勇气 给他们一些信心 信心特别重要 太多人就是没信心 为什么不敢去追求 一些疯狂的梦想 谁不想 谁不想 都有梦想 谁不想真的去追寻梦想 就是因为觉得自己 离梦想实在太远了 梦想要实现实在的几率太小了 太小太小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那都是假象 那都是你的错觉 梦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而且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你首先要相信 你首先要相信 这个东西坑着听上去很玄乎 你怎么能相信呢 你是不相信 你怎么能相信呢 这个相信的确是要 通过别的事情的相信 来转移 这个东西它可以共通 它可以通用 那样我相信 我可以每天坚持做到早起 早睡 坚持运动 这件事情的信心 我已经是百分之一千了 我已经是 我已经是非常非常肯定了 那样我也有信心 去做好另外一件事情 如果是说需要坚持的 需要长期坚持的 持续付出的那种事情 信心是可以转移的 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道理没 所以如果你在现在没有信心 对自己没有信心 你从小的事情开始 找到那么一两件事情 找到信心 然后绝对可以转移 但是呢 我觉得同时呢 是需要一些痛苦 痛苦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 就是 渴求 渴望 就像饥饿一样 如果你不饥饿 你就不会去寻找食物 如果你不渴望 你就不会去追求梦想 我有一种预感 我的电池会 没电了 十二还可以 对 刚刚说了这么多程序设定 我还是想 帮大家有意识 就是 你现在做的选择 和你的信念 和你的认知 都是你的程序而已 是完全可以改变的 你想达成什么样的目的 你想达成什么样的梦想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先想象一下 你已经是那个人了 然后你反过来 你会怎么做 今天 这一个决定 这一件事情 你怎么做决定 如果你想象到了 你将来是一个非常健康 非常自律的一个人 你已经想象 你自己已经是那样的人了 你今天 是会选择去 跟朋友出去吃顿 辛辣刺激的火锅 还是说 晚上自己在家 做点沙拉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每天都要面临的一个选择 但首先你要 改变你程序的设定 这只是我觉得可以去 思考的一个角度 一个出发方式 当然有很多其他种 好吧 现在蚊子有点咬人了 我还是上去了 刚刚 家里人都回来了 我外公外婆都在家 然后爸妈 所以 对 其实真的挺兴奋的 每天都能回家 每天都能 可以家人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在一起 这就是我做的一个选择 在我这个年纪 我有勇气 留在家里 对于我来说 能够出去找个工作 那是最简单的事 那是我可以说的就走的事 但是 要留在家里 去面临那些 质疑 和 不理解 甚至别人的抨击 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只有我自己知道 完完全全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到底在走一条 什么样的路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所以 我需要很多的勇气和决心 每一天都脚踏实地的 大家都看得到 我每天都在录视频 就是想告诉大家 我说的所有东西 是重复 没错 因为 那就是我真正相信的 而不是口号 而不是 就是 为了鼓励人 而鼓励人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我在践行的 OK Anyway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 现在 特别开心 表达完自我之后 觉得 哎 真好 生活真好 OK 希望你也过得好 希望你要有信心 说了那么多 都是为了给你信心 为了帮助到你 我曾经也过得不好 我曾经也很焦虑 现在意识到那些都是毕竟的过程 都是帮助我成为今天的自我 我很感谢那些经历 所以我希望你也能够积极地面对 你现在可能在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焦虑 不安 烦躁 愤怒 那些任何消息的东西 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要记住 一定要积极 心态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OK 加油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